哈囉大家好我是Ziton 我們今天呢要來玩這款遊戲叫做鋼彈有刺喔 然後好像之前他的名字就是有類似的叫做什麼 機動戰士銀河覺醒 那我們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新手開局可以用的禮包的序號 這個開局福利還有官方推薦的 最強T0首抽角色陣容 好那麼首先要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遊戲的禮包嘛 好如果要兌換我們就先點右上角的齒輪然後在下方這邊就可以輸入兌換嘛 好那我們可以輸入這個VIP3個6 VIP3個6 可以拿到鑽石 然後這個探索雷達 然後這個結晶 然後接下來可以輸入VIP3個7 VIP3個7 好就是一樣的獎勵啊然後接下來可以輸入VIP3個8 VIP3個8 然後還有VIP3個9 VIP3個9 好然後接下來下面可以輸入這個GUNDAM3個6 好這個好像有多一個經驗盒一個角色 還有四星機體設計圖碎片 接下來都是把後面數字稍微改一下可以改成這個8 好可以輸入3個9可以輸入3個9 好然後接下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官方推薦的最強陣喔 那在 左下方 這個攻略這邊就有推薦陣喔 那可以依照這邊的 陣容介紹去 參考一下 這邊陣容是還蠻多的 不過看起來這些 要抽到這些 鋼彈啊應該會蠻困難喔 我們是實際給大家看一下他們 我們本身的技能喔 好那基本上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這個 4個屬性喔 互相克制啊 然後搭配我們的光暗 那光暗不用多說肯定就是 非常強喔 好我們現在看一下第1個這個 毒角獸鋼彈結晶喔 那強大的地點是在於他有這個 群體微笑啊 可以直接恢復大量的這個 耐久值喔 還可以提供減傷效果 而且還可以直接使耐久 就是附加超越時間喔 那可以直接反場 我下輪是復活的技能喔 好再來是攻擊自由鋼彈喔 他可以 附加這個超級龍騎兵鎖定喔 那只要鎖定之後他有50%之距 可以使項令單位受到自身 所受到的50%傷害喔 每疊加一層就可以有額外的傷害喔 反正這個就是可以放大我們造成的 單體輸出喔 然後接下來第三個就是量子型 這個鋼彈啊 可以直接提高爆擊率無視裝甲 直接造成全體大量的格鬥傷害喔 然後第二個就是單體攻擊喔 也是有個308%的格鬥傷害然後最後一擊的 爆擊率直接100%喔 打出去的輸出也是非常的高啊 至於其他的輔助鋼彈也可以看一下聊天使喔 直接 提升攻擊還有10%的裝甲 可以對敵方攻擊力最高的單位附加分歧喔 可以提升他所受到的傷害其實可以 變成 部位失靈的效果 然後我們的熊把就一個 維修進化還有維修啊就是一個 撐直的奶把喔 V鋼彈可以打出 非常有效的控制喔 直接群體造成他們的 減速啊還有停機短路喔 減速在這種回合之遊戲是非常重要的啦 那我們就 速度比別人快就可以先出手就可以先控制住敵方或是說 先將敵方減遠 然後之後還可以附加這個鎖定狀態喔讓對面沒有辦法 行動啊 那通常他施放回合就是對面可能主C會施放一些 主要輸出啊或是額外的buff的 回合 那能夠控制住基本上他的 按個回合就廢掉 畢竟這個光普攻也是 打不出什麼 非常高額的傷害喔 這種控制角色也是必備啊 然後就可以讓五方的這個主C有安穩的進行輸出啊 也能夠降速的角色也是蠻重要的 那麼接下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遊戲的 開局福利喔 沒有一個限時機體啊 重裝V高達 那通關 還有登陸第二天通關4G就有鋼彈了 第二天有這個 收母鋼彈 那這是第3個還有這個 凶罩鋼彈 但是要啟動尺寸月卡 就是相當於你課金才有啊 那接下來是每日儲值 還有超值手儲 手儲送這個 V鋼彈啊 那就是我們剛剛介紹的那個控制角 那這種強力的角色基本上 要儲值比較好拿到 還有看這個還有 熊霸 然後這邊是他的裝備 還有劍長考核 就是七天任務 完成的話是可以拿到五星機體 那基本上這個 遊戲是都可以拿得到啦 不過他本身就是單體攻擊的鋼彈 這個開服限時 有個限時討伐 這邊有推薦量子的V鋼彈 還有剛剛看到的V鋼彈 然後周卡 開服簽到 第二天是可以拿 這個高達EW 然後第八天也是可以拿一個鋼彈 那其他天就是拿大量的鑽石 基本上這種類型遊戲都差不多 還有衝擊 有提升等級 還有壘除 還有禮包 還有看一下精彩活動 這邊就是他所說的 放縱千抽 現在有31抽等一下也是去抽一下 然後這裡這種鑽石基金 然後招募累積五星 累積五價五星就可以立 然後簽到 看影片 看影片可以拿好立 最後一個就是儲子啦 然後通常這裡面都有這個免費禮包 就是吸引你點進來看 說不定你 一個手滑就想要買隔壁的禮包之類的 這邊還有VIP 月卡 還有專屬特權 這邊信箱的話還有預約獎勵 有一支 立鋼彈 還有1000鑽石 還有升級的 道具支援 看起來福利目前就是 這一些 我們來去 抽抽看 這邊去建造 有高級建造 友情建造 還有許願建造 然後這邊還有那個心願招募 我們就先抽 不對我們先看一下有沒有什麼 機率 五星啊高級建造是 4.6% 然後29次沒有五星的話第34是必定五星 就是有個保底機子 好拿到飛鋼彈 好拿到飛鋼彈 拿到製鋼彈 來個10抽 許願 他們肯定是選這種光的啊 那當然也是沒有抽到的是正常 好我們看一下我們抽到的那些 鋼彈是長什麼樣子 來看一下他的技能 喔那是群弓 看起來行 然後另外一個是製天使 有群體護盾 然後群攻 應該就只有抽到這兩個五星了 好吧我們再來就是今天這個鋼彈勇士 然後其他的名字叫做機動戰士 銀河覺醒的禮貌需要分享 以及官方認證的最強天使手作角色 陣容就差不多拍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拜拜 拜拜